这一块约300多瓶的精华地段 就是目前登基于县府的公共用地 平日就只是让游览车或游客车辆停放 由于不符经济效益 因此议员石庆龙向县府提报 希望能够活化这土地 蛮不错的这个土地啊 建议我们县府能够赶快来做这个规划 去建设增加停车的这个空间 增加我们这边有更多的这个农产品 或是工艺品的这个整合 然后提供展示 据了解原本20年前 县府是将这块地设为市场用地 但现在这地方已发展成观光种地 现在要规划也必须朝有力观光发展 不过县府现在财政绝据状况下 县长林明珍则希望朝BOT方案来执行 是不是可以把它变为旅馆区或是商业区 来招商 还是用BOT的方式来给这些想要投资的 这些业者来投资 增加我们县库的收入 我想这笔土地也是黄金地段 相当好的一个地段 一元石契隆对县府很快点能为这土地进行规划 表示非常欣慰 但他希望县府能够朝多工农的建设来推动 像是可以增加停车位 以及可以作为农特产品 以及一文三品的贩售点 让这个地方实质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我是希望说县府能够朝着把这个精华的这个土地能朝着多功能 然后能够让我们村民在这个生活机能上也有一个平台 对一元石契隆这个提案 在地民众听的是非常高兴 毕竟他们等了20年 现在终于可以见到改建的希望 期盼此案件能够早日定案 让这精华地发挥他应有的价值性 民生华一华 预测采访报导